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可以设计出自动驾驶的车子 是不是就能不这么麻烦了呢? 麦麦觉得很有趣 就邀请狐狸猫一起来设计看看 狐狸猫们发现 自动驾驶很重要的关键在于距离的判断 如果可以自动侦测距离 就能设计出相对应的措施 比如说当车子间的距离太短时 就自动刹车 那么可以怎么测量距离呢? 麦麦苦恼着 在行驶的车道中是不可能用尺量的 怎么办呢? 狐狸猫灵机一动 回想起之前学到的蝙蝠回升系统 这或许是个好办法呢 于是狐狸猫们开始写下各种需要的工具和假设 准备实际来计算看看 首先 狐狸猫们设计了一台特殊的车子 车头安装了声波的发射器和接收器 接着 假设车子以速率每秒20公尺等速直线前进 而且车子行进的正前方 有一栋建筑物 如果声波发射后 经过5秒 接收器才收到反射回来的讯号 那么在经过这5秒后 狐狸猫们的车子和前面的建筑物的距离是多少呢? 声波从发射到反射回来 总共经历了5秒 因此 利用声波的速率 可以算出这段时间内 声波行走的距离为 340乘以5等于1700公尺 而这段时间内 车子也走了20乘以5等于100公尺的距离 因为1700公尺 包含了声波去城和回城的距离 因此 扣除掉车子行走的距离 接着再除以2 就能得到5秒后 车子和建筑物的距离了 5秒后 车子和建筑物的距离 等于 括号 1700减100 除以2 等于800公尺 算出距离后 接着只要设定车子 在何种距离 与车速下 需要开始减速就可以了 正当狐狸猫很开心地 看着计算纸上的鲜血 麦麦抬头往窗外一望 啊 已经错过站了 狐狸猫们只好赶紧按下车铃 并祈祷下一班的公车 可以赶快来啊 有点满车子 与这次要设定 STRANGE 相当无垮 可以赶紧按下车子 混合